主料,小龙虾500克,辅料,油,盐,葱,姜,蒜,小茴香,花脚,他脚,豆豉,小红辣椒,蔬白芝麻,糖,胡椒粉,蚝油,鸡精,鲍鱼汁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葱切段,将切片,主料准备好,小龙虾买回来, 先用清水加几滴香油养着,带它们吐净脏东西,多换水几次再用来刷前后清洗干净,锅内放油变香葱姜蒜,小红辣椒段,小茴香,花椒,芭蕉,豆豉,煸出香味后倒入小龙虾,烹入烧酒放入盐,糖,鸡精,加入蚝油二大勺炒出香味将开水,大火烧开来小火烧入味,放入鲍鱼之后,大火炖10分钟熟制, 出锅前撒入树白芝麻,点击滴香油,烹饪技巧,小龙虾一定要洗干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